这两年来,因为疫情的影响几乎足不出虎,生活也回归简单。 与自己相处的时间多了,更可以清澈地看见自己的内心和了解生命中的排序与核心。 自己当了妈妈之后,也更常想念我的妈妈,更深深体会到母亲们的伟大。 记得我的妈妈曾告诉过我,女孩子最重要的就是礼貌和品格,会陪伴你一辈子。 也因此才萌生了将受用一生的品格教育,是不是可以用某种方式传承下去的想法。 因为品格是一辈子最美好的修行。 一生只有一次陪伴孩子长大的机会,孩子真的大得很快,相处的时光也很珍贵。 趁着小宝贝睡觉的空档,着笔写下一些想法,以朴实的文字,希望就像我坐在你身旁跟你聊天的感觉, 和你分享一些属于我自己的故事、经验、感动与成长,和反复省思之后的人生观念。 希望将品格与修养的信念,写成一本永远留存的书, 献给曾经把这份礼物送给我的爸爸妈妈, 也将这份礼物送给我的小宝贝。 和大家分享,希望你们也会喜欢。 染息 export的方法구요。 给你启极尺广 those days, лем Kent那 感嘉哪 慢慢慢慢慢慢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何浩晨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博益 哈喽大家好我是柏舒瑤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懿杰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懿杰 一直覺得 素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看什麼看 快聽了 快了 哈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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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喽